法務部行政這因素中華分數的掛線打賣刺激 可以用到比起結構更少的介紹買到生活用品 大概都珍惜到民眾的支持 這次頭一次要來到南島基盤 將在三月找到十時九點半開始 在中華分數南島行政官辦公室來基盤 商品包括保健食品、高山地頂頂 中華分數要請南島鄉親做回來討論 我們真的是有非常豐富的產品 像這個牛樟 法務部行政一行素中華分數的掛山法派市集 頭愛送暖花檔 三月後將在中華分數南島行政一行官辦公室辦理 中華分數組成行政一行官 更加用基礎,進三次在中華班 包括讓幼大、幼稽頭頂頂都買得這麼好 這次還有美聚寶盆、鑄鐵鍋、切斗益頂頂 大部分都是一起給打幾個招來換賣 應該可以買到一個相對優惠的價格 因為它是醫務人減少了管銷費用的商品 像襪子的部分六雙一百 它本來就是外銷國際的國際級代工廠的產品 雖然品質相對的不錯 甚至還有我們的護腰帶 它也都是外銷國外的 只是因為疫情影響提供這個部分來給民眾來變賣 一千塊的護腰帶 這次只要一半價五百塊就可以買得到 實目的做的一個拉筋板 網路價我們有看到兩千五百塊之多 那這次醫務人提供出來這個拉筋板 只要九百塊就可以帶回家 新冠疫情造成這麼多重小企業 集合不合成績度企業 中華分數定義每個 基板掛山法牌市集 不然就是要提供 省水在這四方塊的義務人 這個銷售北台 協助紀夫人將查封的動線順利賣出 再以銷售所得來向共產生的金錢責務 也好賓將以市府的介紹 買到想要的東西 創造政府紀夫人以及人民的三贏 那刮山法牌市集就是把我們在欠繳 稅費的這個義務人的商品 那也許透過查封之後的拍賣或變賣 那我們這次在南投是以變賣的方式來進行 那義務人可能有一些經濟上的困難 比如說他突然被欠繳了一些貸款 或者是一些貨款 那甚至之前疫情的影響受到影響 那這樣的商品也許可能就受到了 無法賣出去這樣的一個困境 有心要繳納 可是卻沒有辦法繳納這樣的義務人 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市集的方式 讓他有一個平台 把他的商品變成金錢 然後來繳納我們的案款